这节新闻是由99 Ranch Market 大华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新豪华房车临持IS250及丰田省油电动房车VSC 新动不如马上行动 请吃个分店或上网99Ranch.com h30查询详情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星岛头条新闻 带您放眼天下大事 我是孟阳 今天是2014年5月16号星期五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提要 北京警方证实大陆的著名男演员国民女婿黄海波 因为嫖娼被拘留 另外加州方面失业率已经是创下了五年的新低 我们也会为您更新越南返华世卫的最新情况 并且听一听专家对于该事件的看法 以上是今天头条新闻提要 此外还有哪些焦点新闻 请明月带我们关心 焦点新闻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三年前发生在旧金山鱼人码头的双尸命案的判刑时间压后了 稍后会给您介绍详细的情况 那么一会儿来给您介绍更多精彩的新闻 欢迎回到新闻头条新闻 针对网传著名演员黄海波因为嫖娼被警方拘留的消息 北京警方5月16号晚间披露 黄海波在饭店嫖娼时被警方当场抓获 目前他已经被正式移送至拘留所 根据北京警方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当日发布的消息显示 5月15号18点多 北京警方根据民众的举报 在北京工大建国饭店将正在嫖娼的黄海波当场抓获 经过审查 黄海波对于嫖娼违法事实公认不讳 请看来自中国的报道 清华时报独家获悉 5月15日晚北京警方获得线索 某酒店有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 随今民警赶到现场抓获著名演员黄海波和一女子 黄对嫖娼共认不讳 16日中午被移送至拘留所 黄海波曾主演咱们结婚吧 媳妇的美好时代 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热播剧 居家好男人的形象深入人心 这出现行记忆上演 有网友感慨 演员果然是演员 又一个昔日优质男艺人 让我们大跌眼镜 黄海波1976年11月25日 生于天津市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 2001年出演康宏雷导演的 激情燃烧的岁月 开始走上了演艺道路 2007年参演由高熙熙导演的 《新上海滩》 2010年在与海青合作的电视剧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 饰演余味一角 获得第28届飞天奖 第25届精英奖 优秀电视剧奖 2001年因主演 抗日战争故事 《永不磨灭》的番号 获得第18届上海电影节 白玉兰奖 最佳男演员奖 2013年出演央视和湖南卫视 合拍的热播剧 咱们结婚吧 说到犯错误被抓现行 在本就不平静的娱乐圈 似乎也并不是个例 早些年就有 例如就有传闻 在郑中基与蔡卓妍分手的事情 被推到风头浪尖的时候 随着分手传闻 郑中基还被爆出有特殊嗜好 收集比基尼照片 而且还花心 搞得二人不得不分手 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加州 加州劳工局官员今天宣布 湾区4月份增添了 1万7千个就业职位 写下了自去年8月份以来的 最大单月增幅 显示出本区就业市场依然强劲 加州的4月整体失业率 则是降至7.8% 是欲5年来首度低破8% 请看青岛记者李娜的报道 碧肯经济研究院分析就业数据 发现科技业云集的圣他克拉县 和旧金山圣马雕麦林县 大都会区的失业率 均降至近6年来的最低点 下探4.6% 低于3月的5% 进一步表明湾区经济正蓬勃发展 东湾的4月失业率为6.3% 比起3月的6.8%出现改善 南湾当月失业率为5.8% 低于3月的6.3% 旧金山市长李孟贤今日也发声明 指市内4月的失业率下降至4.4% 成果应是大家共享的 他表示 最大的收入差距是有工作和没工作人士之间 所以必须要确保居民有渠道获得工作机会 这也是他会继续优先考虑的一环 他又说 旧金山的成功来自于本地公司和居民的共同努力 加上经济政策得当 所以成果应是大家共享的 李孟贤表示 会继续推动法律会及中低收入家庭 例如负责任的提高最低工资 帮助小商业和非牟利机构 旧金山4月份的失业率仍然是全中58个县当中第三低的 星岛记者李纳报道 接着来关注越南方面的情况 近日越南发生了大规模反华示威游行 不少台资港资企业工厂都受到了严重波及 最后演变成为种族排外运动 令人感到相当遗憾 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再度约见越南驻台代表裴仲云 要求越南政府要向台湾道歉 并且赔偿台商的损失 而裴仲云除了口头道歉之外 也特别强调 这次的事件并非大规模排华 而是一小部分的破坏分子所为 越南政府会以最严厉的态度来执法 目前已经逮捕了将近1000人 来看台湾的报道 越南排华暴动进入第四天 外交部长林永乐再度约见越南驻台代表裴仲云 要求越南政府能够就此次的事件 向我方道歉 要尽数的重言惩罚不法的分子 破坏分子 另外在赔偿台商所有的损失 我个人对此表示遗憾及道歉 这只是一部分激动非理性的 自发的破坏分子 所进行的秩序破坏行为 但并非排华的活动 更不是针对台湾 台商所受到的损失 确实最严重 裴仲云以越南驻台代表的身份道歉 并澄清暴动并非排华 越南政府已经尽速逮捕 并起诉将近1000人 绝对会依法严厉惩处 而针对越南518反中国游行 是否如期举行 裴仲云没有正面回应 防止这个类似过去发生 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 那么一旦发生的话 我们肯定会最大的力度去撑处 严正的要求越南政府 务须动员足够的军警跟公安的力量 来确实保障台商 还有我们侨民的人身跟财产安全 李信张子佳台北报道 针对中越双方目前紧张的关系 我们邀请到了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第一研究所的所长严震生先生来谈一谈 中越双方要如何解决目前的僵局 是否有方法可以打破目前紧绷的局面 非常难啊 因为越南趁着在缅甸首都举行的这个峰会 希望能够东协有一个一致的立场 结果东协做的声明里头 甚至没有点名中国啊 就表示说当五个国家一半的成员 他没有领土争议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来挺你越南 跟大陆的一个领土争议 所以越南在缅甸开的这个东协的峰会上面 并没有获得他们的支持啊 大概只能就像学菲律宾一样 然后透过国际仲台法庭 跟这个旷日费时 那现在大概就是只能有一些零星的冲突 会有可能发生 我们看到双方的这种海军的这个兵力 有点在对峙的状况 那中国大陆当然派了很多的船艘 来保护他这样的一个转游的平台 那会不会发生一些零星的冲突 我觉得是有可能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对于现在发生的这种暴动的状况 如果只是针对中国大陆 可能你做一些我们讲的针对性的抗议 我觉得这个大概大部分的国家 都可以接受和平式的 但是当已经到了这个当即无辜 不仅是台湾的 还有其他国家外国的一些工厂 也都受到攻击 那最终最惨的是越南本身 那越南人的工作也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越南的政府 现在要拿出的一个办法 就是必须要跟世界各国的 就是说这些日本啊 韩国 台湾 新加坡 这些在他地方有大量投资的 要做出正官方的道歉 但对于大陆的状况 经济方面可能也要做一个区隔 但是政治上面 他们如果要继续抗议 我觉得这是他的权利 美国副总统拜登 本月15号在白宫会 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长房峰辉 拜登说 构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至关重要 不仅对于美中两国有益 对于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 房峰辉表示 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到 今天的程度非常不易 双方要倍加真实 防止一些干扰因素 破坏两军关系的发展 由于连日来的高温和干燥天气 南加州的山火蔓延情况严重 在下一个新闻当中 我们将会来关心圣地亚哥地区的伙事 休息片刻稍后继续回来关注焦点新闻 Kevin 又在玩手机打电动啦 妈 哈佛全方位出了手机APP 每天轻松做题 SAT进步超快 真的吗 秀给我看看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 大学申请辅导的权威 哈佛全方位创新的手机APP 给学生最强效的SAT练习 想您的子女进入理想大学 就交给哈佛全方位 暑期班招生中 大华超级市场30周年轻回馈大抽奖 即日起只要清零大华超市北加州任何一家分店 免费参加都有机会赢得大奖 高级精美礼品包括 大华礼券 高级家庭定器 每家都按酒店旅游套餐 苹果平板电脑 还有全新豪华房车临持IS250 及丰田省油电动房车VSC 新动不如马上行动 请吃各分店或上网 99Ranch.com 那时三时查询详情 新岛新闻集团 您的最佳宣传伙伴 新岛日报 旗下杂志包括 新岛地产 新岛周刊 东周刊 发行量第一的免费中文报刊 美国都市报 收听率第一的国粤语电台 新岛中文电台 与Xfinity Comcast 238台 Crossings TV合作的电视节目 新岛头条新闻 Sintel.tv Sintelusa.com ChineseRadio.com Sintel TV app 多元化 全方位 为您提供一战式市场推广策略 新岛日线1800 新岛 欢迎回来 接着我们请明月 带您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明月 马上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三年前发生的 旧金山鱼人码头的双尸命案 被告吴红日原定今天判刑 但由于放缓刑局 未能按时的完成报告 法官决定延期至6月11号宣判 59岁的吴红日情绪一度失控 在法庭内大声的喊出粗言 吴红日上月被裁定两项一级谋杀罪名成立 预料他将面临终身监禁 不得保释 汽车制造商通用公司 因为未能及时的召回旗下的59万辆车 点火开关有问题的这一些的汽车 遭到了联邦运输部的罚款 破纪录的3500万美元 通用汽车表示 已经对召回的程序和政策进行了评估 以避免未来再次出现延误 旧金山天主教的盛新中学 一名18岁的女生穿着燕尾服拍摄毕业照 被校方删除 更称不会在毕业相册中展示她的照片 事件引发了这个学校学生的不满 同学们认为女学生有选择衣服的自由 为表示支持 今天都穿上了西装或者是领带而上学 加州的交通局发言人今天表示 海湾大桥的东段连接钢缆和钢板的巨型螺栓 因为安装出现了偏差需要重新调整 暂时对大桥的日常运作没有严重的影响 但鉴于罗栓在新桥段的钢板的接缝位置 一旦遇上了地震 可能会对大桥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南加州的圣地亚哥大火持续到了第四天 而消防部门说 火势已经蔓延到了31平方英里的范围 今天风势减弱 令灭火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当局也在全力的铺就 另外呢 圣地亚哥的县地署宣布 起诉一名在该县纵火的男子 一旦罪名成立 最高可半歼7年 北湾的Novoto 位于37号公路和101号洲际公路一带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发生了至少10宗草叶着火 和2宗住宅着火的火灾 至少有一人 因为吸入了过量的浓烟不适而入院 当局表示 暂时没有证据显示 这些火警是否有关联 但认为事件有可疑 警方将会连同消防部门展开调查 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 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会谈 王毅表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对法国成功的 进行了国事访问 与奥朗德总统就深化 中法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达成了重要的共识 而法比尤斯表示 法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 切实把这些共识实现 而两人还参观了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的特别展览 俄罗斯发射了质子M的运载火箭失败 在中国黑龙江发现了三个不明的球状飞行物 从天而降 而当局派员赶到现场调查 不确定是否是俄罗斯质子M运载火箭的残骸 以上就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让我们马上来关注接下来的财经简报 继续关注一下财经消息 美国上个月新屋动工率上升了13.2% 以年率计算达到107万间 创下了去年11月之后的最高水平 上个月建筑批则上升8% 是2008年6月后的最高水平 两个数字都高过市场的预期 反映出楼市首季度萎缩之后回稳 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份 消费者情绪指数初值下跌至81.8 低过市场的预期 这主要是由于消费者 对于未来的薪酬增长感到悲观 抵消了对经济前景正面的影响 另外纽约股市上升 接着带您观察一下 华尔街三大股指今天的走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6491.31 升44.50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 4090.59点 升21.30 S&P500指数收市报 1877.86 升7.01 汇价方面 1美元兑换人民币 报6.2337 港元7.7523 台币30.1720 欧元0.7303 日元101.51 英镑0.5946 澳元1.0680 加元1.0861 原油价格爆煤桶 102.15美元 升65美分 金价爆煤盎司 1292.60美元 跌1美元 白银价格爆煤盎司 19.36美元 跌13美分 本周的高温天气 将会在明天告一段落 周末两天的最高气温 与今天相比 会有10度左右的回落 接着来关注一下 本周末湾区各地的天气状况 XINGTOW WEATHER GIRL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诶 纳科是什么星呢 嗯 幸运的 那会带给我们幸运的生活吗 每一个星期连续25年 幸运将一直陪伴着我们 大华超级市场 CX周年轻回馈大抽奖 即日起 只要清零大华超市 北加州任何一家分店 免费参加 都有机会赢得大奖 高级精美礼品包括 大华礼券 高级家庭定器 每家都按酒店旅游跳餐 苹果平板电脑 还有全新豪华房车 林驰IS250 及丰田手游电动房车 VSC 新动不如马上行动 请吃各分店或上网 99Ranch.com 类似30 查询详情 欢迎回到新岛头条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的相关消息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婿 赵建民八年前卷入的台开内线交易案 高等法院在今天三审宣判 法官认为赵建民等人的所得 并非先前几次审判认定的上亿元 而是只有400多万 因此从轻判他有期徒刑四年 罚金2500万元 赵建民的父亲赵玉柱 则被判刑四年八个月 这是历审以来两人被判刑最轻的一次 来看台湾的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女婿赵建民与父亲赵玉柱 涉嫌台开股票内线交易案 高院更三省16号宣判 赵建民被依违反证交法 被判刑四年 并可罚金2500万元 而赵玉柱则被合并判刑四年八个月 并可罚金2500万元 而这也是赵家父子被判决最轻的一次 主要是何怡婷认为赵家父子犯罪所得 经过重新计算后 只有417万多元 而不是前审计算的一亿多元 赵建民被控从2005年起 两度到台北市高级日本料理餐厅 与当时的台开董事长苏建德等人吃饭 言谈间透露台开利多的内线消息 之后赵建民父子俩 利用赵建民母亲减水棉的账户 大量买进台开股票 2006年检察官将赵建民及赵玉柱等人 以违反内线交易等罪起诉 前面的所有的判决都是维持七年以上的重罪 那这样的改判 我想它有非常具体的理由跟事实来说服国人 否则我想这个案件应该会再继续上诉 而赵建民的委任律师顾立雄 在得知判决后表示 要等收到判决书后再决定是否上诉 记者综后报道 日本福岛核电厂发生的辐射外泄事故 到现在已经是三年多了 大量的辐射物质渗入地下水 甚至流进了太平洋 如果这些放射性物质污染鱼类 又被人类吃下肚的话 恐怕将会增加人类致癌的风险 有鉴于此 台湾民间团体呼吁政府 像香港一样 每天公告日本进口食品检测的结果 以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 请看来自台湾的报道 不少人相信多吃深海鱼有益健康 不过自从2011年3月11号 日本福岛电厂发生辐射外泄后 至少有300吨的高浓度辐射水 流进地下水也流入太平洋 有医师提出警告 如果放射性物质污染到海中鱼类 然后又被人给吃下肚 不仅有致癌风险 还可能使孕妇生下畸形儿 为了确保台湾民众吃的安全 在福岛核灾后 卫福部也宣布 将暂停福岛 刺成 栗木 群马 千叶 等五个县市的食品输入 而日本其他县市进口的食品 也都必须通过原能汇的辐射检测 才能进口 因为担心吃到核污染食品 临近日本的韩国率先宣布 全面禁止日本福岛附近 八县市的水产进口 并将点131 色134 及色137等放射污染标准 从原本每公斤370倍克 降为100倍克 后来日本在去年4月也下修为100倍克 之后台湾也跟进 下修到100倍克 此外今年5月底 食药署还打算和日本交流协会合作 希望日方比照出口欧洲模式 必须提供乳制品 蔬果等八大类产品 以及茶叶检验合格证明 加强源头把关 由于台湾是进口日本食品量 前三大国家 民间团体呼吁卫生单位 应比照其他国家法规 从严规范 并提高出验率公开资讯 这样才能降低国人吃下辐射食品的风险 让民众吃得更安心 记者赖水美 徐启峰 张大萍 陈中峰采访报道 正当中国的消费者痴迷着 苹果三星等国外大品牌手机的时候 老挝的民众却追逐着 物美价廉的中国手机 这些手机可不是华为联想等知名品牌 那他们又是凭借着什么特色 在老挝占有一席之地呢 请看记者王刚来自老挝万象的报道 近日在东南亚最大的中国商品市场 老挝三江国际商贸城里的通讯市场了解到 每天都有大量老挝商贩前来进货 与华为联想等在中国拥有一定名气的国产手机不同 这些在老挝自立为王的中国手机品牌 大多在国内鲜为人质 他们的最大特点是功能应有尽有 且价格低廉 老挝人阿塞做了三年的中国手机销售生意 他平均每个月都近货一两百部 特勒狗牌子的中国手机贩卖 据悉老挝人口650万 普通工人月薪约80美金 一部较新款的三星苹果手机售价是500多美金 而同样拥有众多功能的中国手机 售价仅为40至200美金 据手机批发商康平介绍 他的两款中国杂牌手机 每个月能卖出几千部 主要是销往老挝的农村地区 事实上像Telago等牌子的手机 都是来自中国手机生产基地广东深圳市 多年前深圳的手机产业也有山寨之风 后被政府部门整治引导 不少厂商转型走上了自主研发的道路 现在质量越做越好 以前做像刚开始我们只有保修三个月 现在我们就山寨基也保修一年 大华超级市场 CX周年轻回馈大抽奖 即日起只要清零大华超市 北加州任何一家分店 免费参加都有机会赢得大奖 高级精美礼品包括 大华礼券 高级家庭定器 每家东岸酒店旅游套餐 苹果平板电脑 还有全新豪华房车 林驰IS250 及丰田省油电动房车 VSC 新动不如马上行动 请吃各分店或上网 99wrench.com 查询详情 5月16号 香港演员甄子丹和妻子汪诗诗 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 出席了巴塞尔的艺术展 近日香港艺人方立身的一套 内裤广告大秀健美身材 惹来网友热议 甄子丹表示 自己是国内第一代拍摄 内裤广告的明星 他认为男性有健康的形象 就应该展露出来 5月15号下午 由中国、越南、泰国三方 共同合作的 大型奇幻冒险电视剧 《海上丝绸之路》之 《海盗传奇》的开机仪式举行 艺人四亲高娃安以轩 严一宽 担任了该剧的主演 宣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 近日霍尊又跃上了大荧幕 拍摄自己的电影处女座 并演唱主题曲 事业走高 在爱情上是否有了着落呢 日前记者目击到霍尊 写一位神秘女孩 出现在京城热闹的三里屯街头 这正是卷上珠帘育人县 一部古装清喜剧 金玉良缘意外突围 收官之际斩获好口碑 蒙翻众人的豆比夫妇 霍建华、唐嫣立功不小 星岛周刊独家专访霍建华、唐嫣 为您亲自解答国民couple的养成记 更多的娱乐新闻请您关注 随明天的星岛日报附送的 星岛周刊 近日中国南京博物院展出了 九十余件来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 众多名媛衣柜当中珍藏的旗袍 每一件泥商都蕴含着 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 和传统手工艺的精湛技术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就让我们一起到展览的现场去看一看 同时也要提醒您 如果要重温星岛头条新闻 您可以上星岛电视的网站 SingTOW.TV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